再做了五十多年了 有沒有說不捨得一定不捨得 我連外面門口那張紙的時候 我的手不斷震 我現在說我都不是這樣 這裏就1966年開了 以前不是叫做柴餐廳的 最早期真的叫做彩虹冰室 以前的冰室沒有什麼特別的 固定的 不是好像現在那些多姿多彩 又可以改到七彩 沒有的 最基本是早餐 火雷通粉煎雙蛋 這個真的由幾十年到現在 都是這樣的 午餐就是我記得 如果我記憶所及 就是叉燒湯意粉 和鎮煙 就真的由以前流傳下來 都是這樣的 最早期的時候 老實說真無光 真的不是那麼多飲食業 餐廳來說都是數得到的 不是太多 那個時候的工業 就經常工廠 那些堂樓 有很多的山寨廠 有很多的 以前我很喜歡 就站在一個餅櫃那裏 看出去門口 那個門口就是五華書院 另外有一班 就是機場那裏 維修工程那裏 很有趣 看到他們 不斷跑 不斷跑來 和學生一起 欠位坐 一會見到整間餐廳 都坐滿了 我記得我最初來這裡 是買菠蘿油 對 菠蘿油 是菠蘿油 我是在五華中學教書的 光顧了彩虹 都接近三十年了 很有趣的 在這裏 它有一杯貴賓茶 那茶底很不同的 很好喝很濃的 那時候都光顧了 十年八年左右 老闆 不知道 老闆 伙計 看到這個人 經常都來 放下杯茶 跟以前那些是不一樣的 那一刻 可能老闆 或者他們的家人 或者伙計 都當我是熟客 那一刻的感覺 是如此 有時星期日 都和太太和女兒來 因為我自己在教 和自己的教廠在那裏 早上來的時候 就和太太和女兒 在教堂前 或者教堂後 就來這裏吃個早餐 那時女兒 她那時很小 剛才和那個年輕人 這麼長一輩子 但是她現在都已經 已經升中四了 她說 阿姨不做了 她說星期日一定要來這裏吃多次 因為在這裏 其實 可能再過了一兩年 團馬線通了 去到那裏的時候 其實這裏只有這間 彩虹 教得來後 我覺得很乾淨 很奇地 在這裏來說 就大部份的熟客 那些老街坊 那你說 基本上街坊等於朋友 那樣的了 那些茶客問我 不做 你怎樣安置我 我自己也覺得很無奈 五十幾年 始終都是 你說有沒有 有沒有說不捨得 一定不捨得 那 但是我覺得 就是一件事的 健康最重要 我們做了這麼久了 也都真的 因為很多時候 我們都是自己動手一腳的 所以是時候 修理一下機器 休息一休息 或者你說 將來會不會再做 然後再做 我不敢說 彩虹餐廳就在這裏 五十年 跟五華書院一樣 那麼久了 你又是不是說 找不到食物 絕對不是 但是就好像 始終之下少了一些東西 好像說 年紀大了 沒有了一隻牙 你始終那個位置 裡面是沒有了一些東西 就沒有了一些東西 我覺得 我感覺上 好像有些東西沒有了 又回不回頭 但是時代就是這樣的 真的很感謝老闆在這裏 做了這麼久 照顧大家這麼久